还有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咯 法拉盛的缅街因为实行了路面的扩宽计划 三七大道和四十路之间的缅街增加多个交通指示牌 而司机呢要当心走错造成了危险或者被开罚单 交通局最近就宣布从三七大道到四十路的缅街南向车道 只允许公车还有货车行驶 三七大道西行的车辆只能够直行或右转 三八大道上面的车辆呢是不能够右转进入缅街的 至于呢三九大道东行车辆不能右转 罗斯福大道上两个方向都不能左右转进入缅街 一令九分局也说最近呢一直到十九号会以警告和教育为主 到二十号工程开始之后就会来严格执法 除了开罚单之外还会扣除驾驶点数